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有石虎出没的地区 便能知道那个区域的自然环境良好未经破坏 然而 因他们习惯于浅山地区活动 与人类的活动范围有高度的重叠 因此 车祸 不受夹 甚至人类饲养的狗和猫都成了石虎的生存威胁 现在 他们被列为保育类动物 面临濒临绝种的危机 所以 我想保护他们 不受人类伤害 根据报道 石虎常常在野外被车壮而导致受伤 甚至死亡 我看了后 很同情他们 经常思考能为他们做什么 或请人们不要破坏他们的栖息地 而石虎正在慢慢消失 唉 真可怜 直到他们生活艰辛 却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让我感到相当懊恼 所幸 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与农委会的努力下 让仅存的600只野生石虎有了一线生机 也让我们有亏在不打扰他们的情况下 一亏石虎的神秘面纱 保育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与金钱 因此 假如我有一千万 我将会专给石虎保育协会 成为石虎最坚强的后盾 我的朗读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小艺精彩的朗读 谢谢大家